特地请护理师动作放慢 秀出高端厂牌 行政院长苏贞昌 不让打假针移云再现 众目睽睽之下 宣在台大医院接种第四剂 呼吁全民新冠疫苗 打好打满 只要政府合可的疫苗 都是安全有效的疫苗 我们政府准备的疫苗种类很多 而且数量足够 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 都请尽速来打疫苗 疫苗厂牌多元化 包括中央采购的300万剂 莫德纳次世代疫苗 将陆续抵台 9月24号起开放接种 就盼能撑起BA.5保护3 只要在高保护率的国家 你有定期的去做接种的话 那其实只要接种到说 支持到二加疫苗是确定是有Omicron的训练 其实就是有很好的效果了 随着疫苗覆盖率提升 国人保护力增加 那么观光产业等了好久的国门开放 有谱了吗 商总理事长许舒博透露 指挥官王碧胜曾亲自致电 表示这两天将会公告开放国门时程 将检疫措施缩减至零杂期 我甚至也跟这个王指挥官讲过 我们不能学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可以把一个区封起来 然后所有人员关在里面 甚至于他们有配送的食物 我们做得到吗 我们做不到吗 尽快的解封国门 日韩欧美各国陆续敞开国门 与病毒共存 但是台湾何时解封 还没有明确时间点之前 民众跟业者只能继续等 环宇新闻吴怀汉陈炳珍 台北采访我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